由台东县基督教种子之家 全人关怀协会总干事冯修双所创办的 部落客服班希望种子之家 特别举办了开学的典礼 赠送每一位同学运用 部落植物石仓谱制作的手工罩 祝福学生们能够平安顺利 同时也推广在地部落的产业 在这长大的过程当中有报约吗 希望种子之家的学生们 听着校长的尊尊教诲 为了弥补偏乡部落的教育落差 台东县基督教种子之家 全人关怀协会总干事冯修双 与丈夫回到部落家乡 开办了客服班希望种子之家 日前举办了开学典礼 为学生们送上祝福的手工罩 贴感的东西 洗了变中铃 洗了后你就被人爱洗倒 爱干净 这也是送中秋节 冬秋节不是有那个御兔的那个传说吗 所以有没有是小御兔 平期学年度的开课 有一个简单的祖福仪式 那我们每个学习开课的第一天 我们都是然后邀请校长 那也有我们协会的理事 然后我们在这当中 对孩子有一些的免力期许 别的是有我们就是部落在地的产业 那他们也特别预备为每一个孩子预备一份手工罩的小礼物 一方面除了孩子们中秋节的一个礼物之外 他也透过这个手工罩 因为是运用我们布农族的一个传统植物 食仓谱做的这个宝贝安符罩 那祝福每一个孩子好像都是上帝的宝贝一样 使用部落特有植物食仓谱制成的宝贝安符罩 除了带有祝福的寓意外 也是今年来部落发展的特色产业 同时也辅助了部落势家庭的经济 记者商家会严评相报道